大家都知道,又是对追梦格林已经成长为现役联盟前五的大前锋,然而,你知道吗? 格林在2012年的选秀顺位仅仅是35位,而当年火箭在首轮拥有三个选秀权,分别是12号签,16号签和18号签,但是已经出任火箭总经理的莫雷却偏偏,没有能够选中格林这位调利新秀,你知道火箭当时都选了哪三个人吗?他们现在的状况又如何呢? 第12位,杰林米兰姆火箭球迷可能对兰姆也比较陌生,因为他并没有代表火箭打过一场正式比赛。 2012年被火箭寻中之后,当年昌规赛开赛前,兰姆便被火箭交易到了雷霆队,在雷霆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。 2015年,再度被交易到了黄蜂地,上个赛季,他的表现稍有起色,职业生涯场均的分手次突破十分大关,目前他的年薪是700万美元。 第16位,罗伊斯·怀特很多人都不了解怀特,因为他仅仅在NBA联盟打了三场比赛,究其原因就是他有焦虑症,导致他不敢坐飞机前往课场进行比赛。 这也是阻碍他成为职业球员最重要的因素。 在2012年选秀前,很多专家预测他的母版是甘姆斯,但是由于所有球队知道他的心理疾病,所以没敢在高顺位选他。 而火箭选他后,希望能通过治疗把他的疾病改善,但是并没有成功。 目前他是自由球员身份,并没有球队敢与之签约。 第18岁的,泰伦·斯琼,斯琼斯的NBA职业生涯非常曲折,先后效力与火箭提护和熊鹿队,但是都没有打出应有的水准。 2017年他加盟CBA新到南兰,但是三个月后便被裁掉,目前只能效力与勇士的发展联盟,虽然年薪没有对外公布,但是效力发展联盟的球员,基本就是底薪中底薪。 目前格林契约的合同是五年八千五百万,也就是说平均一年可以赚一千七百万薪水。 而火箭当年选择的这三位球员年薪加起来,都不及格林的一半。 如果火箭当年手握三个手轮才能选到格林,估计现在就是火箭王朝了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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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